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9日星期三的收视个Round 再我陈以提和大家总结港股却放 内地股市带动港股低开高走实现反弹 恒指低开62点 一度将跌幅扩大到超过100点 下错到50天线附近 重获支持 其后随着A股走高 收复开局以来的失地 一度回升132点 不过上攻25大关就不果 收报24883点 升110点 升8.0.45 而走势差不多的国子低开16点 收报10184点 升32点 升幅8.0.3 科技指数收报7085点 升72点 升8.1 跑赢大市 大市成交金额再缩量去到只有1044亿元 在这个月最低的单日成交 重榜股份升跌互然 回控摆脱沉密的颓势 中心价量齐升 成交仅次于腾讯 股价大升8.7 收报28.6 华红半导体更是飙升超过1.3 不过 ASM太平洋就表示 部分客户延迟订单 对于未来两季行业表现态度审慎 股价大错6.3% 特别关注新东方在线的刑警 预期2020财年亏损扩大 股价急跌7.7% 收报34.35 医药版法当中 龙头股中生日皮远 收报9.99 错1.5% 在蓝筹中较占底 而石油集团就微升0.8% 生物科技类股份就有亮眼表现 尤其康熙诺通过科创版上市审议 在网上露燕前夕飙升近1.2% 收报246元 均实生物亦大升6.6% 任命生物方面有营起 预期中期股东英占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8% 股价创到162元的52周身高 收报156元 推升4.4% 不过任命康德就折让5.5% 配售6,820万5,400股的新股 收报112.1跌1.6% 今天的收视讲到这里 明天再见